金平哥可不可以幫我們解釋一下 現在其實大家有在講 所以中央選舉提名委員會8人 他們的作用到底是什麼 被點名的 首先我們來點哪8人 朱立倫 黃建廷 韓國瑜 夏立妍 黃敏慧 盧秀燕 侯友宜 連勝文 但是下面這邊玩具 所以來幫大家做註解 吳時全負責把選策會找到 找到的候選人 找到要提名的候選人 正式提名 蓋章 然後去背書 但是現在又出現了一個 中央選戰策略會報8人 選策會報 或選策會就好了 所以到底 就是國民黨的選對會 民進黨不是有一個選對會 可是他們不會有 兩套人馬兩塊招牌 或一套人馬兩塊招牌 他們就是一個體制 他們就執行蔡英文的意志 這個我先講選戰策略會報 就是選策會 選策會報 他們才是真正在handle這個 就所謂傅昆琦什麼擔任執行長 雖然國民黨 秘書長黃建廷 否認說有這樣的一個狀況 扣掉黨主席朱立倫 扣掉秘書長黃建廷 你就是看傅昆琦 劉振宏 還有這個邱靖淳 以及黃敏宮 莊啟旺 吳碧珠 周錫瑋 他們七個人 加上剛講傅昆琦八個人 他們去找人才 他們就像是 比如說今天台北市 是不是提名蔣萬安 桃園市 基隆市 還有新北市是侯友宜 這些等等之類 諸如此類的 每一個縣市就是由這個選策 匯報他們去負責找人 然後確定是誰 完了之後 他就會有一份名單 這個名單就是 假設台北市蔣萬安 然後什麼新北市侯友宜 什麼每一個限制一個 這個選策匯報的名單 就送到了那個 中央選舉委員會提名小組 就是那個上面的 就是這邊下面找人 找到人之後 提報給這個提名委員會的八個人 對 就是提到那邊 所以為什麼侯友宜跟盧秀燕 跟黃敏會要婉拒 我覺得要體諒他們 因為一方面他們是 的確會求援見裁判 因為你這選策匯報提的人 一定會包含侯友宜 盧秀燕黃敏會這些人 如果他們在裡面的話 大家把名單送到來 我假設新北市不是侯友宜 你是侯友宜 是提議員 你蓋章還是不蓋章 對 我要連任 你為什麼不提我 那我一定有意見 我說假設 這是不可能出現的狀況 我只是打一個比方 那如果好 是侯友宜 沒錯 就是你侯友宜跟盧秀燕 我怎麼可能不提你 好 送到來 你看侯友宜我在裡面 盧秀燕我也在裡面 我要蓋章 這個媒體馬上就可以 求援監裁判 是不是可以做文章 你怎麼蓋你自己的章 我是中央選舉 提名委員會的小組的人 我不蓋誰蓋 我們是八個人 少一個人都不行這樣 所以他們三個婉拒 大家讓解他們的立場 真的是不得已 真的沒辦法 所以我覺得侯市長 盧市長跟黃敏慧 那真的是因為 所以後來他們昨天 又達成一個共識 就是說要連任的縣市首長 就不放在裡面了 所以也難怪我的前輩 我們中立區的立法委 魯明哲魯委員會說 這是黨中央犯的一個 第一題錯誤 就是當初主席跟秘書長黃建廷 你們在找人的時候 有沒有跟這些人 好好的溝通討論過 包括侯友宜跟盧秀燕 漢子燕子和黃敏慧 對 怎麼會是消息曝光之後 結果說被婉拒這樣子 就一個一個婉拒就形同 我要幫盧秀燕 侯友宜和黃敏慧講話 同時也幫魯明哲委員講話 魯明哲委員講的是說 黨中央犯的第一題錯誤的時候 你當時有沒有想到這一點 為什麼國民黨 每次在公佈什麼的時候 通常會被公佈的 那個人打臉說 沒有 我已經婉拒了 我沒有同意 我沒有這樣子 這是很尷尬的一個局面 可是從這邊有沒有看出 國民黨是不是中間有多少代溝 是 溝通 是沒有手機嗎 沒有手機 要裝飾化 各位 是沒有Line嗎 對 就是現在的溝通 還是沒有Hustle App 沒有微信 沒有IG 所以大家就會說 從這邊大家就會看出來 所以到底你知道嗎 選舉最怕的就是你知道嗎 還沒選 就大勢底定的那種感覺 其實很不好 所以現在國民黨整個告訴大家 要怎樣 像甩棉被一樣有沒有 打破重來才有重申的機會 就像唯老建築好不好 你再怎麼修他還是這樣 你要怎麼做 全部拆掉重來 對 所以國民黨的溝通這樣子 讓大家看到 傻眼 你幫我解讀一下好嗎 你剛剛講的就是 那種大破大力的精神 唯有大破才能大力 然後經過一發 大使講要開大門要走大陸 煩然的悔悟 好 今天這個八個選戰策略匯報 前面他們找到的人或怎麼樣 後面要郊遊 現在已經婉拒三個了 剩下五個人 應該還是可以組得成 而且最尷尬的是 朱立倫講的這一句 他說已經經過充分溝通 因為現日首長競選連任 所以就希望說 不要參與這個提名工作 未來大家都會團結在一起 那我覺得很奇怪 是因為我覺得 如果這件事情在檯面下 國民黨自己討論 那當然OK 可是今天是因為已經劍爆了 已經曝光出來了 才在檯面上跟大家討論 這就尷尬了 不只是劍爆跟曝光 在檯面上 他們自己中場會就通過了 上禮拜三中場會就討論這樣子 結果就這樣通過討論 然後才會開記者會跟大家宣布 有這兩個任務編組 所以也是黨中央你自己去講的 那你講的沒有錯 怎麼會再變成台面上 大家變成看笑話 所以我覺得一開始 你的幕僚作業 就沒有提醒主席跟秘書長 現世首長要連任的人 不適合放進來 我可以理解 黨中央為什麼要找他們 因為他們是在地方上的白禮 是卓有份量 尤其在黨內重要的核心人物 是希望把他們納入核心圈內 我可以理解說 到時候沒有他們又說 朱立倫沒有擴大你的決策圈 沒有擴大你的核心圈 你不願意放權或怎麼樣 然後你總是小圈圈 小圈子裡面找人或怎麼樣 那找了黃敏慧 盧秀燕 侯友宜 都是的確一時之嫌 把他們納入權力核心 多聽一些建言 沒錯 但是這因為提到的是 跟人相關的人事有關 不是黨的決策和政策發展 跟黨的路線不一樣 黨的決策路線發展 國民黨每做一個動作 都跟黨的我們選舉和未來的方向有關的話 那你找這些菁英來一起來 提供查納雅研提供一些很好的 但是如果有一些人的衝突 是跟人事有關的話 他們當然角色立場 他們就會自己覺得不宜 所以我相信絕對不是他們三個推卸責任 或推諷 或者說不想幫朱立倫 不想幫他 而是他們真的是人地不宜的狀況 所以我覺得這個是沒有 避免 也避免被其他人 或是外界或對手做文章 但是就在這個部分溝通 你可以做得很漂亮一點 不要讓人家覺得 你這個黨中央是不是令不出台北 巴德陸那個200多號 232號 是不是不出那個巴德大樓 那到了各縣市黨部 那你又沒辦法接受這些指令 那你這樣還如何作戰 你要變成各縣市單兵作戰嗎 這會很慘 所以我才說國民黨團結團結 不是團在一坨心結裡面 是真的大家 你這個真的是太經典了 本來就是不希望 不希望真的我們自己能這樣子